第2371集 神祖 这个地方 各种草木植被都很奇特 如同梦幻 美丽而惊人 是一片奇异的世界 既然你们知道我们是谁 为何而来 我们也就不废话了 放人 黑黄刺牙咧嘴 可以 打败我们 闯过我神族的谷官 任你们将人带走 一位中年男子说道 真老套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实行这一套 别怪我们没有告诉你 不小心将这颗星辰打爆了 你别哭 黑黄奚落 没有什么可多说的 他直接祭出了那柄血斧 而磅礴则是将那个重组的紫金葫芦给打了出去 虽然是残缺的准地气 但是依然有惊人的威力 这些人怎么能挡住 一个个的脸色发白 果断倒退 即便是神族 即便天资出众 对上准地及威胁也是 腿软脚软 叶凡他们一路势如破竹 黑黄打前阵 中途遇上了不少法阵 全都被他给破解了 难党前进步伐 鸡城道眼中向外躺泪水 娘 我长大了 就你来了 终于 他们来到了几座巨山前 距离中心断山更是不远了 但是到了这里 却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难以动弹 一座大阵横断前路 天上地下都是符文 刚一到来 就密密麻麻的浮现 混沌器出现 神谱自天而降 那是神力之河在流淌 好强大的一座法阵 这是昔日的神主留下的京式神阵 守护神族古地 外界难以攻破 威力巨大无皮 神族将此阵激活 阻挡叶凡他们前路 几名神佬立身在飓风上 向这边看来 连黑黄都猝起了眉头 这不是无缺的最强准地震 就是有缺的古黄震文 让他都一阵头疼 需要消耗时间思索 很不好破 我自己进去 叶凡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不想让其他人冒险 因为他是准地深 即便有危险也可以硬扛 这可不是神庭的半调子法阵 这是神主布下的很恐怖 本黄陪你走上一遭吧 不用 我的原天震文不是白参物的 也懂破解之道 叶凡一个人入阵 斗转星移 天地彻底大变样 一颗又一颗燃烧的大星飞来 宛若宇宙大破灭 一起撞向他 所有人都吃惊 那里自成一片世界了 开天辟地 混沌扩散 星辰毁灭 不可阻挡 叶凡挥动天地拳 强悍对抗 一步一步向前不曾退缩 轰的一声 神主一击 相隔漫长岁月 横断了乾坤 阻挡了去路 在那里出现一片神力汪洋 让叶凡都身体矩阵 不敢草率行动 这一困就是三天 最后他寻到一条生路 横渡了过去 轰的一声 十万神剑纵横斩破这个世界 如果说刚才还有生路可以走 那么现在就是绝路 但凡硬闯者 除非挡住神主剑盲 不然绝不可能过去 黑黄变色 法阵知道一般会给人于绝境中留下一条生路 像这样的绝阵只占少数 罪是凶险 连他都心中狂跳 黑黄不安 神主的兵器在内主导 这种至尊器若是打下来 转地身也持不住 面对这十万神剑劈来 叶凡没有退缩 依然勇猛向前 手中划出一道青色的光芒 没有什么强大的威能爆发 并无狂暴波澜 但是却挡住了漫天的剑芒 在他的手中混沌器扩散 一株青莲与剑芒而产 只有三叶 运有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的真意 青帝 是青帝 神族断山内 一座古洞中 一个老的不知道活了多久的一个老人 祸得睁开了数千年不曾开合的眼睛 射出两道惊人的光芒 洞传虚空 青帝两字在颤 震动了神族古地几座巨山 万木抖动 百花飞舞 漫天晶莲 大阵外 黑黄 磅礴 东方野 李黑水等人都一阵发呆 他们自然听到了那道苍老的声音 全都盯着叶凡手中的青莲 它并不高 不过半米多长 只有三叶 根莖剔透 叶片稚嫩 清脆欲滴 有一种勃勃的生机弥漫出混沌器 他们早已听闻此莲的神庙 叶凡血拼至尊能活下来 除却小喃喃的功劳之外 此莲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本是叶凡苦海中的一株莲 有种种神奇之处 可让大成圣体等干涸的苦海复苏 而在其他圣体内 却不曾发觉有同样的株体 叶凡也曾猜测过其来历 目标早已直指清帝 可此时亲耳听闻 还是心中矩阵不已 话形再生 大阵中叶凡眸光璀璨 盯着手中的青莲 想到了很多往事 清帝曾经已有心脏 化去了杀气 只留下旺盛的精气 能留给后人 当年他曾借绿铜块 而得到过清帝精血 后来随着其修为逐渐增加 他的苦海中诞生出一株青莲 很小 却很不一般 被混沌物癌所缭绕 那个时候 他以为这是圣体独特的 浪海意境 直到后来 随着他修为日渐深厚 了解的更多 才知晓有很多蹊跷 叶凡自语 不可能是真正的清帝吧 他确实有点不相信 不然真是大不敬了 将一位大帝当作兵器用 神族鼓动中 那个苍老的声音充满了震惊 同脉同圆 同脸体 满脸皱纹密密麻麻 头上只有数十根发丝没有脱落 苍老的不成样子了 老祖 您苏醒了 断山前 鼓动口外 守护在这里的人都震撼 这位老祖数千年都不曾动态一下 族中许多后辈都认为他作画了 不曾想 今日不仅睁开了眼睛 而且还口吐真言 这对于神族来说 是一部活着的古史 他活的年岁太大了 通晓的事情极多 神洞中的眸光暗淡了下去 但是那双眼眸却不曾闭合 透过虚空 凝视大阵中的那株清帘 叶凡心中短暂的出现波澜后 很快就平静了下去 这个结果早已曾经预想过 而今不过是从外人口中再次证实了而已 他继续破阵 手中半米多高的清帘 没有恐怖的法则发出 也没有滔天的神能波动 但是却可以阻挡所有剑芒 他软不欺硬不怕 既不会摧毁他人 也不容许其他人来斩他 瓦解掉了所有剑芒 众人倒吸冷气 这可真是逆天 是名副其实的至尊异宝 有他在 可刷破各种功法神光 先天不败 黑黄纷纷不平 邪门了 他体内怎么长出一个小号清帝 本皇咋就没有这么好运呢 你天了 这种宝贝太难得了 不知道清帝还有灵没有 到时候要是清算可受不了啊 野人目露光辉 磅礴眉心的腰尊眼睁开 观看清帘 生出一种特别的感应 体内腰底心经自主运转 他轻叹 真是轻敌不成 叶凡大步前行 剑芒神厉海 秩序神炼等都不能阻挡他的脚步 不断破阵 惊得神族朱雄全都变色 多少年了 根本就没有人可以闯过来 今日圣体叶凡做到了 植入大阵 只身杀入神族祖地伸出来 这种威势 这种战力 让人惊悚 不可阻挡 显然 那株清帘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神主留下的至尊祖气 扫下的光芒都被他抵消了 不然叶凡必然难以这么容易 要付出血的代价 突然 一座神厉海凭空出现 裹带着一柄神剑璀璨夺目 垂落下万道混沌瀑布 场面惊悚世间 磅礴的气息 如星河崩开那般射人 连大阵外朱雄都一阵脸色苍白 这种力量太可怕了 叶凡在里面摇动